要打亚洲杯有一堆台资银行在越南设办事处 现在却苦无无法升格 只有永丰金可能要承接美国子航的既有据点 转为自家海外分行 目前也已经获得了美国主管机关还有金管会的核准 这种的创新模式到底能不能够突破越南审查的限制 也成为关注焦点